Hello,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些好物 那么今天这一期的视频是针对于最近 就是年中很多电商平台在搞那个促销活动嘛 那我也是从其中的几家购买了一些 比较薪水的,觉得价格还蛮实惠的一些 一些物件嘛,或者是一些就是平时还 比较想要买的,但是又没舍得剁手的一些小东西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这么一段时间来 从六月份开始很多比如说Macy啦 或者是Nortium啦,或者是像6th 5th Avenue啦 像这美国还比较知名的一些电商平台都在搞活动 他们的活动力度还都是蛮大的 你可以在上面买到一些喜欢的鞋子包包或者是衣服啊 这些平时会觉得有些昂贵的,但是它在打折的时候可能会四折 五折或者是六折等等等等 嗯,然后我也有在Farfetch像一些英美的一些那种电商平台上购买一些东西 然后我买东西买下来呢,他们也是发货还是比较及时的 但是也遇到过一些就是情况 嗯,比如说我昨天在Nortium上买,买那个买了一只Chloe的包包 然后我下了三次单,我一直以为是自己的就是呃,电脑或者是就是那个网络出错了嘛 所以我下了三次单,我让我老公也一起帮我下单 然后我发现就是银行卡已经帮我扣去了 但是一直也收不到这个确认的confirmation email嘛 然后我就特别着急 后来我刷了一下大家的评论才发现有些时候就是被那个Nortium砍单 因为大家供不应求嘛 然后这些网站就可能直接就把你砍掉了 然后最后钱当然是也会如数退还给你的 那么废话不多说,来看一下这段时间我们买的是哪些东西 分享的一些购买的东西都在这个小桌子上啦 嗯,那我们一件一件开始说吧 嗯,就是首先呢,呃,大家会发现 好像有点像Burberry的专场一样的 买了好多件就是Burberry的东西 嗯,比如说先从这件衣服开始说吧 这件衣服呢是Burberry的一件就是jacket 嗯,应该也算就是卫衣吧 然后它这个嗯,比较低调就是logo是就这里看得清吗 就只有这里有一个Gemma的logo 然后嗯,是这个纯灰色的 然后是帽衫 这边还有一个帽子 因为我在国外我觉得买这种呃,外套或者是卫衣 我都喜欢买一个帽子 因为呃,大家都不爱在下雨天的时候带伞 所以我感觉呃,自从来美国之后我就买东西 我喜欢买帽衫 然后这件拉开来呢是就是这边是有加绒的这种做做工吧 嗯,还蛮舒服的有点像法兰绒一样的那种材质 然后这个帽子的上面呢是有就是经典的格子图案 所以说你平时穿起来的时候有一种就比较随意随意中又有一丝这种 呃,还蛮低调的奢华 也不算奢华吧,其实这件衣服也不是很贵 这件衣服平时就是它的吊牌价的话是呃,三千多 然后当时我们买的时候是呃,两百三十多刀 反正是呃,买一千之后呢它还有一个八折 所以这件衣服应该算下来是两千五左右吧 反正可能是比原价划算了这么七八七八百块钱 反正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而且呃,这件衣服穿的季节特别长 像在西海岸这边的话,觉得就是早晚的温差会特别大 然后呃,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件衣服还是穿得到的 你比如说你平时呃,要运动的时候啊 你也可以就是运动完了之后然后穿上这件衣服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值当的 然后接下来要分享的一件东西呢就是 嗯,Burberry的一个钱包 这个还没拆,包裹我倒是拆了 因为当时是怕那个衣服有破损嘛 就是可以及时的退换所以就呃,就先买了 然后嗯,这个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Burberry的钱包是给我老公买的 然后它这个包装虽然没有那个布袋子嘛 但是呃,有一个这样子的就是装钱包的小袋子 然后打开以后呢就是是这样子的一个图案 看得清吗 这一面呢是蓝色的 然后另外一面是绿色的 但是我一看到这个钱包 呃,我就觉得特别有个性吧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呃,如果是纯买一个纯格子的钱包 我觉得又比较单调 然后年轻人嘛 我觉得稍微呃,要显出一点自己的性格特点嘛 然后一面这个绿色的 一面这个蓝色的 蛮有就是那种吊吊的 然后打开以后呢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直接翻盖的嘛 短钱包 然后卡槽还是挺多的 左边有个五个,右边有个五个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 然后这里有两个夹层 然后这款钱包主要是它的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划算 它原价是好像没记错的话是300多 320还是350 然后现在的话是折扣计嘛 呃,是220就可以买到了这个钱包 然后这个钱包我是在Farfetch上买的 它那个直接是从英国寄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英国是那个Burberry的原产地嘛 所以它的价格也是应该是最划算的 但是就是这个包包呢 我是加了运费的 它好像是因为是寄到美国嘛 所以就加了10$的运费 然后这款包包分享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买了一个制品 就是一个小珠宝吧 然后它这个盒子当时我是在Macy上买的 然后这个盒子寄来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逗 它这个外面还有一个就是白色的盒子装的嘛 然后它这个盒子我觉得特别像卡地亚的设计的那种盒子 然后打开是这样一对宝石耳环 红宝石耳环 也不能算红宝石吧 它上面虽然写的是Red Ruby 但是我觉得它应该可能是16-10万 因为价格它原价是900多刀 现在打完折的话是400块不到一点 400刀不到一点嘛 让它这个拿出来是这样的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然后这一对是送给妈妈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它们 然后上面可以看到上面是有一些小碎钻的 就还蛮精致的 然后这个红宝石就是红的 16-10 16-10红的特别纯粹通透的那种感觉 而且是这种比较那种深的玫瑰红 然后就不会显得特别张扬嘛 就比较好看我觉得 下一样是什么东西呢 下一样就是Burberry的卡包 所以说感觉像分享Burberry专场一样 以前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说特别喜欢Burberry 然后可能上了年纪了吧 就觉得这个格子好像越看越好看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然后买了一个这样子的卡包 我觉得现在 其实用到钱包的就是机会 还不如用到卡包的机会那么多 然后因为你平时的话 你出门你可能就带一张你的周卡 或者是比如说你的驾照 然后再带上你的那个 几张你平时比较常用的信用卡就可以了 那所以钱包的话我觉得可能 一是它比较大嘛 二是你不需要带这么这么多的东西 都一起嘛 卡包一个卡包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 然后它比较轻便 而且好看吧 然后它这个价钱比较便宜 180 相比这个卡包的话 你出远门或者是旅行出差 我觉得带钱包会更安全一点 因为里面带的东西更加的充足嘛 这样以备不时之需 所以卡包的话 我觉得更适合你日常的出行 通勤 或者是就是旧近的地方这样子 日常 然后这个包装没差 因为它比较好看嘛 然后 给大家看一下我到底买了什么 暴力 开包装 其实也没有买特别就是 呃 大件的东西 像包包什么的 也没有抢到自己喜欢的 所以就 没有买了 然后 呃 就买了一件这个衣服 是cancel的 它这件衣服也是farfetch上买的 然后这件衣服它是就是收到的时候 我发现是从意大利寄来的 然后cancel也是意大利就是生产的嘛 所以我觉得 呃还还挺好玩的 就是你在电商平台上买的东西 我一直以为这个网站上买 可能都是在英国一个商场里面给你寄出的嘛 但是它其实是那个各个地方的 然后呃 这个是这样子的也是一件灰色的 然后上面是就是这个黄色的那个 那个cancel的logo嘛 它是就是用那个就是那个线缝上去有 有点像那种叫什么来着 那种自绣一样的绣上去的 然后这样子比起那种就是印花的不容易到嘛 洗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我发现这件衣服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材质比较薄 就是你看你手伸进去啊 它可能会 嗯不是说这么透吧 因为它这个颜色是灰色的 然后就是可能不是那么 呃可以在光光有光的地方看到 其实它还是呃 其实这个材质还是比较薄的 嗯我觉得夏天的就是一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厚度的 可能这个会更加好一点吧 这件衣服稍微是有那么一点透了 所以也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它价钱很价钱很划算 上面标的是多少钱 我是买XS嘛 那呃这上面好像没有价格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花了大概是90还是88 买来的 反正我觉得挺划算 然后平时的话它好像是150还是这样子吧 或者是120我也记不是很轻了 反正这样一件衣服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还还行吧 最后一样东西最后一样的就是 嗯可能这个季节买有点反季节的东西 这个一条那个Burberry的羊绒围巾 这个颜色的 因为当时我发现自己好像 嗯没有买一条自己特别喜欢的 然后又比较百搭的一条围巾嘛 嗯就想着那要不现在买 反正也是折扣剂嘛 这条的颜色是这样子 它Burberry其实挺多的 就是这种格子的颜色的 嗯我买的是一条比较偏 嗯 比较偏深棕色的吧 它还有浅棕色浅棕色 我觉得它有点接近黄色 所以嗯跟我的个人的皮肤不是很搭 然后还有粉色啊这些 我觉得都不是特别日常嘛 就可能嗯稍微太小女生了一些 那我就选了一条这个比较 还比较中性的颜色 我觉得中性的颜色 嗯都是非常百搭的 然后你任何时候 比如说你冷的时候你可以围一下 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吹空调 你也可以这样子披一下 我觉得都非常好看 然后这这这个东西 它的嗯吊牌架可以看到 嗯是490 然后嗯它这个现在折后是350 然后嗯我好像又打了个320还是330买下的 然后这条围巾 然后我记得反正我当时在那个 嗯当时在香港的时候 围巾港币是4800还是4900 然后一直也是没有等到它搞活动的时候 嗯我也是不大舍得 就是因为它这条围巾 其实你看Burberry的东西哈 这条羊绒围巾 其实它的裁剪非常简单 就是一块布嘛 它它甚至连边上的这些那个 边上的一些那种缝都没有缝 就直接一块布 就是很那个的 嗯很简单的一块布 就是这样子 而且宽度也不是很宽嘛 嗯你说让它来当披肩 其实它也不够资格对吗 嗯因为它太太窄了这个宽度 然后我当时也问了在英国留学的那个同学嘛 他们当时也是跟我说 嗯英国也要4000左右嘛 也是没有打折的 我这次我看到它就是这么便宜 我就直接就下手了 今天嘛反正就是分享了 就是这么一些东西 怎么说呢 我觉得嗯只要你多留心 嗯购物平台 或者是我比较经常看的 嗯北美省钱日报嘛 大家都说这是北美剁手日报 嗯只要它消息一出嘛 我就会去刷那些电商平台 然后就开始嗯就是剁手 选自己有没有喜欢的东西 那我也我觉得嗯有些时候嘛 虽然你那个那个 gym list 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草要拔 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可以等一等 嗯除了LV香奈儿这样子的那种牌子 或者是爱马仕种呢 是没有这种嗯跟电商合作的 或者是那种特别便宜的时候嘛 嗯那我觉得其他的牌子 你都可以在这些嗯电商平台上多搜一搜 然后看一看嗯多对比下价格 我觉得就是花最少的钱 然后嗯买你自己想买的 嗯喜欢的东西 嗯是最划算的 然后也是最有意义的 我觉得在我的 至少我是这样子认为的 我的价值观是这样子 然后嗯今天的分享呢 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嗯谢谢大家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